滿滿蔬菜放進餐盒裡 再搭配各類主食 營養滿分 這是加一滴趨勤 不少人的無負擔餐點 但將品嘗的民眾 現在只能把他帶回家 線上訂餐減少群聚 更禁止內用 而台南大火快炒 把蝦米包廂 接著把料鋪上 米多酒熱騰騰的 昂金逼哥出爐了 俯成勾紮鼻 醒不少饕客 前往滿足口腹治癒 不過 北部清流染疫只好忍痛退訂 其實看到疫情升溫 業者為了保護客人和員工 我們用餐都是聚餐的形式 那大家一定會把口罩拿起來 其實風險算蠻大的 還有更大的關鍵 是為了維持最低的量能力 內用不開放 好料只能通通帶回家 而高雄這間飯店 廚師的手從一大早就沒停過 不斷被烙烹調 為了即將到來的母親節 防疫做好做滿之外 也大推外帶 四月底前訂單大增 預訂獨立包廂的民眾也變多了 不但可以避開人潮 還有港景可以欣賞 疫情下餐飲業者都盼藉由大家努力 一起對抗病毒早日讓生活 回復以往 華爾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